大家好 今天是剛好來看YMCA的聖誕四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現場很多阿拉伯人 然後YMCA上面也是充滿了燈光的點飾 然後現在就讓我們去看看聖誕四集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現場絕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 不太確定是不是都是基督教徒 但是現場幾乎都是阿拉伯人就是了 有聽到一些西伯來文 但是絕大部分聽到都還是阿拉伯人比較多 大家可以看到還是很多 現場很多聖誕節相關的小擺室 就大家看到這是YMCA的聖誕樹 搭配上整個建築的燈光非常漂亮 然後那我們先逛逛四集裡面 因為我剛剛還沒看 所以也不太確定四集裡面是什麼東西 整體來說看起來應該是蠻有趣的 好現在現在是需要看那個 就是看綠色通行證 所以我現在用綠色通行證給他看一下 然後現在他們在宣傳說大家要記得帶上口罩 然後裡面看起來應該有點像是就是普通的四集 然後就是各種不一樣的聖誕節相關的飾品 有些就是一些像聖誕節的巧克力阿什麼的 看到這個全部都是聖誕節的巧克力 然後還有一些當地藝術家做的藝術品 一些手工製品 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不過我猜大家來聖誕四集應該都是想要買聖誕 聖誕節相關的小裝飾吧 大家看到那個俏皮的聖誕老公公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橄欖木的製品 然後這個其實也都是聖誕節相關的東西阿 不過不太確定這個是哪些單位來的阿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就是他們是屬於哪一些單位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蜜的東西 這看起來應該是各種蜂蜜 手工製品 這其實還蠻像之前看到的那個聖誕四集那樣子 就之前看到那個巴勒斯坦的那個聖誕四集 好像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各種不一樣的那個手工藝術品 只是這個就不太確定是不是他們來自於哪些地方這樣 可以看到這是各種不一樣的裝飾 看起來蠻多還蠻酷的東西 就各種不一樣的然後小朋友也是帶著聖誕老公公的帽子 然後現場也是有看到這種之前在那個法國學校看到的那個 巴勒斯坦的手工織品 這種織品真的蠻漂亮的 所以如果有來巴勒斯坦 有來以色列然後有找到就是類似這種巴勒斯坦之品的話 是可以支持一下他們當地人 然後現場就是 對啊還蠻多各種不一樣的那個手工藝品 然後裡面因為動了一個帳篷然後又用暖氣所以是蠻熱的 各種不同的聖誕老公公 現場看起來是蠻歡樂的 因為就是有各種 各種歡樂的那個音樂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那種放到水裡面的 剛剛婆婆把那個放在水裡面的蠟燭拿起來 感覺蠻酷的 還有各種這種燈飾 這個燈飾看起來就蠻漂亮的 整個點起來就有那種聖誕節的感覺 然後整體來說小小的沒有非常大 不算是一個非常大的市集 但是還蠻有趣的 因為畢竟聖誕節的市集 在耶路撒冷沒有幾個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應該還會去一些 因為通常在巴勒斯坦裡面 西安區域裡面的聖誕聖誕市集是辦的比較好的 比如說像是Ramala 然後還有 還有 還有那個 柏利恆 他的聖誕市集通常都是辦的比較好的 然後開始在噴雪 小朋友玩得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噴的滿 整個人都是 看到那小朋友 整個被噴的整個人都是 是 有點驚人 叫小朋友都跑去噴的 全身都是 小朋友超開心 看到上面那個小朋友超淡定 超好玩 然後現在繼續看一下有什麼吃的 然後一樣還是要看 綠色通行鎮 所以我現在來看一下綠色通行鎮 好裡面看起來不太確定是什麼樣的食物 我來看一下 喔這是巴勒斯坦的那個傳統食物 各種餅 這還蠻好吃的 如果有來的話可以試看看 你看 就他跟大家打招呼 一直講外抗 然後這好像是各種不一樣的那個 現在看起來就是不一樣的吃的啦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裡還有混一些 像是也是裝飾的東西 看起來好像很像巧克力 看起來是蠻酷的 然後這是一些熱食 像是 馬鈴醋餅的東西 然後這裡有炸 漢堡 漢堡感覺最多人 漢堡整個爆炸多人 所以大家還是真的很愛吃素食類的東西 這是香氛類的 還有一些蛋糕 各種巧克力 感覺現場就是很像普通的 生態刺激一樣 可是有點可惜的是可能是因為 阿拉伯人不喝酒的關係 所以沒有看到那個熱紅酒 要不然通常 在聖誕市集應該是都會看到熱紅酒 對 有點小可惜 不過因為這裡也不 也不夠冷啦 所以其實基本上 也不太會找到 也不太會找到所謂的 如此 我們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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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然後現在那個阿拉伯的小孩全部都在說 全部都在叫我那個就是叫我病毒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小朋友也是有點有點失控啊 就因為他一直在喊說你是病毒啊病毒 所以有時候小朋友就這樣有點失控 然後剛剛他的他的那個帶隊的人已經有點阻止他叫不要在那邊喊 可是他們的小朋友還是在喊 所以基本上大家如果是來旅行的人可能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不要輕易被激怒 然後看到那個生誕樹是很漂亮 所以大家其實簡單的說有時候也很難 很難避免啦 但是簡單簡單的說就是 我猜他們可能也沒惡意吧 就是小孩子啊 有時候小孩子就是什麼都不懂 然後我們從另外一邊來看一下整體的狀況 所以簡單的說身為一個長得像亞洲人的 現在來旅行就是有點小麻煩 然後大家就是記得小朋友其實應該是五星的啦 就不用管他 就有時候覺得這個疫情也是讓大家變得有點就是麻煩 有點緊張這樣 這之前其實在之前更嚴重喔 之前如果是如果是剛好疫情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如果是那個時候來的話 大概就會被罵爆了吧 每個人都會這樣子 然後可以先嚐看到很多不同的燈飾 OK 好 YNCA YNCA其實是可以住宿的地方 他裡面也蠻漂亮的 那我進去等一下進去看一下 這個高塔在外面 雖然說剛剛的小朋友我已經試著用阿拉伯文跟他講說 我是從我不是從中國來我是從台灣來的 然後還是還是這樣 所以有點失控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的大廳很漂亮 然後裡面也是一個大大的聖誕樹阿 中華還蠻漂亮的 就是如果有來想要住宿 然後有點預算也可以住這邊 我是不知道多少錢 因為沒有問過到底住宿大概多少錢 然後剛剛會拍那個小朋友是因為他說我在拍照然後叫我拍他 所以我才拍他 不是我故意要拍他的 可是拍他之後他整個人就不知道抓狂在幹嘛 然後現場也有這個樂團演奏 但是應該是等一下 大概還有一個小時吧 我應該不會待那麼久 然後看到就是聖誕樹搭配起來真的很漂亮 然後對面就是那個 然後對面就是那個 應該對面應該就是所謂就是我沒記錯 就是喬治王飯店 那個也是耶路撒爾非常有名的景點 然後大家因為現在是安息日禮拜五的下午 所以還是蠻特別的 因為安息日通常整個耶路撒爾就是安安靜靜的嘛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因為聖誕節的關係 所以在YMCA這邊還有還有繼續這個聖誕市集活動 整體來說還蠻有趣的 就還蠻適合 不是猶太人 比如說猶太人 因為猶太人要安息日嘛 所以他們要守安息日 但如果你是正常只是來這邊旅遊的人 當然各種不同的活動也是非常令人開心 他小朋友很開心的坐在那個聖誕馬車上 然後這個就是今天我們大家大致上看一下 YMCA的聖誕市集 如果說大家剛好在聖誕節期間來的話 就可以盡量找看夜路撒爾哪邊有聖誕節相關的活動 通常YMCA每年都會有 所以有機會就可以來 旧城的話我就不太知道 好像沒有聽過旧城有特別辦什麼聖誕市集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就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休息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